特別注意,各位可以看一下專案的結構 這個專案結構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 This Workbook 這個指的是什麼?指的就是我這個工作部 這個工作部指的就是Excel本身這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裡面的話 它有一個點兩下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點兩下之後什麼都沒有 但是你必須要去選取 選取什麼呢?把一般改成那個Workbook Workbook指的就是 這個工作部 那事件的話預設就是Open,那還好就是Open 也就是當這個工作部 被開啟的時候 要不要同時做什麼事情呢? 同時把那個什麼呢? User form 比如說我這邊有一個User form 1 要把它秀出來,那你就點一個秀 這樣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表單秀出來 但如果說你還要做得更 更那個貼心一點的話 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除了因為User它會開啟的是這個 工作表 對,那你應該要 應該要切到這個 比如說我這個名稱叫定存 VBA 它的順序是 123 4567 比如說我要切到第7個 那切了 我要能夠 開啟之後 也能夠停在第7個 或者是 這個名稱上面的話 那有兩種寫法 第1種寫法是給名稱 第2個寫法的話是給順序 所以如果 先把表單叫出來了 第2個的話 我要能夠把 工作表的順序 工作表的 物件名稱呢 叫做 Sheets Sheets的第幾個 你可以有幾種 第1個你可以給7 點後面的話加一個 Sulate Sulate 就是呢 當 啟動的時候呢 順便把游標 放在第7個 我不要第1個 綠色是第1個 我要切過去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 告訴他 我要第7個 那第7個 這樣有時候算不準 或是你可能會任意移動的話 你可以有第2種寫法 如果你這種寫法不OK的話 你可以 換另外一種方法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不要用7 給他名稱 名稱的話呢 就是我剛剛那個名稱 比如說叫定存 VBA 不過特別注意 我這邊怎麼要多入空白 特別注意 你的名稱 如果說有空白的話 你也要加空白 我看這原來是不是已經有空白 有空白 像之前就有同學 發生這樣說的話 很喜歡亂加空白 結果寫程式的時候 習慣就切不過去 我看 好像也沒錯 看半天 後來才發現他的習慣是多個空白 所以如果你多空白 你的程式那邊也要加空白 才會是match OK 那應該是 我把空白拿掉了 不然這是壞習慣 OK 好 這樣的話 就也OK 就兩種寫法 這個時候如果你把它關閉起來 再重開的話 基本上他就會做我們做的動作 所以把它關閉起來 關閉起來之後 我們再重開一下 我從這邊最近 最近有開過這個 OK 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他會做什麼事呢 有沒有看到 直接 叫出表單 而且 停在 我要的工作表上面 有沒有 啟動表單 停在我的工作表上面 所以這樣的話 就會 感覺 就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很多地方 你如果要自動 開啟這個表單 就自動做什麼事情 請各位寫在哪裡 特別是要這個其實很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記得就是寫在那個 我們的 VB Visual Basic 裡面的 List Workbook 點兩下 找一下 找一下 Wookbook裡面的open 寫在這裡就可以 以後的話 啟動這個 Exail檔案的話 他就會自己去指引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每天 你打開工作 你就會預設 一些什麼樣式 一些什麼動作 那你就 直接把它寫在哪裡 他就先幫你準備好了 那你就再去做後缺動作 就可以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好吧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 當啟動 啟動Exail檔案的時候 他會自動幫我叫出表單 而且自動幫我停在 我要停的那個工作表上面 那就有這幾種寫法 可以試試看 啟動